公罗局第三运处处部长吴伯唐表示 第一区行驶高中线的中心号客车共有20部 每天行驶28次 全程的票价140元 行驶的时间比以往节省了1个小时 因为此驾驶跟服务员熟悉道路的状况 今天曾经在高速公路上试车 情况良好 中心号客车 车上有冷气调节和坐卧两用的座椅 设备华丽舒适 是经济快速的交通功能